其实他最后做完 大概我们跑出来的结果看到的应该就是符合题目要的 你当然这边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 这个最佳话其实当然一定是可以的啦 只是说哪边需要修改也许请各位再想想看吧 比如说这边是不是能用format来带是可以 可是说真的format带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因为其实 format主要是 让格式变得更简单 可是因为你如果加一个format反而好像 程式变得更富 比较没有 相对的简单 比如说以这边来看好了如果你把它改成format好了 比如我习惯是把它注解Ctrl1 然后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改成format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这个这个地方 加上什么 空白加上一个后面东西所以后面东西你可以加一个大瓜糊 大瓜糊就可以 然后呢后面就加上什么 加上 点format 点format然后呢怎么样的把 N3的东西 放到 这一个 大瓜糊里面 OK 这样也可以 然后这边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效益 我们先执行给各位 format之后的话执行 那这边输入10 理论上应该得到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 可是好像 没有差太多啦 因为 如果你要用format的话 大部分还是用在相对复杂的 地方会比较占一点便宜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跟下面好像没差多少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理论上 就可以再考虑看看 OK 好 那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把它恢复一下好了 Ctrl OK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题目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需要这个再 把它变成什么一个function 他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并将 他 这个number这个正整数 传递给compute 所以还是一样 需要建一个compute的一个函式 所以呢 建的方法 流程跟刚刚一样 1 请你在上方按两个enter 第一行的地方 第二的话 输入一个def 空一格 compute后面的话呢 传一个参数 也许我们也是叫number OK 然后冒号 Enter 并且把除了input跟output之外的中间程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 放到上面来 拖拉 我的期望是拖拉过来 然后按个TAB键 这个TAB键一定要 OK 所以 建一个 DF 然后 再把除了 input跟output中间的程式 搬到上面按TAB 再来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的结果 Return 而且记得 Return的地方 一定要写在 跟for回圈 同一层的地方 不是他里面那一层 所以不是按 这个TAB键 如果你放TAB键 变成说 他一直Return 一直Return OK 所以记得是 最后做完之后呢 把什么东西Return呢 把S给Return 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Return部分的话 把这个Return 这边加一个S 然后把print这个地方 这个 所以基本上 1 一样是刚刚一样嘛 1建一个这个 DF 2的话呢 把中间的程式拉到上面 按个TAB 并且加一个Return 这是2 OK 关键地方不要 不要做错 3的话呢 其实最简单的 3的话 你就直接 把这个Compute number 这边Ctrl C 直接贴到S的地方 贴上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 把 这个 刚刚的510 改成有韩式的 写法 所以其实基本上 总 大概 1 这边是2 2的话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边要缩排一下 3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3 所以你会发现 第5类好像都固定的 这个规则 所以你 以后如果其他题 单数题也好了 你们练习的时候也是一样 先去 把题目要的这个逻辑写好 然后呢再试着 把它转成 这个 这个这个Function 这个 这个韩式 最后呢再把它乱乱看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其实只是说把中间的 这个叙述 改在一个Function里面 然后Return回来 放在这边而已 所以其实应该执行起来 理论上应该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执行Enter OK 得到 这个 这个题目要的 这个结果 OK 然后呢 另外的话就是 4184 看一下 再执行一下 这边一样就是 输入什么 输入20 把这20输入 然后得到的话就是 4180 然后中间并且有那个 空白的部分 那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Function部分 那当然第 5类的部分呢 就 大概完成了 其他的部分 其他以后Function 单数题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因为我们剩下还有一些时间 我觉得 如果将来你们再延伸学习的话 这个Python部分 很重要一个 形态 就是串列 List List里面的话 包含就是说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串列 前面我们有一个练习 输入成绩 也好 或者输入资料也好 那我们就会建一个空的串列 那串列的 他的符号一定是一个中瓜糊 OK 里面是空的嘛 OK 然后再用什么 Append的方式把 这个 你要放的资料放在串列里面 OK 其他还有韩式的相关的 其他的相关的 这个方法 或者叫韩式 然后怎么样传递啦 怎么应用 那我们待会的话也许 就会 再举几个例子吧 也许 请各位 把那个第六类的题目打开来 OK 我是觉得这个题目设计的 其实相对 还算OK啦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他就是输入多个资料 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而且这边 特别注意喔 他里面一定要用串列来做 所以如果你里面假如 不是用串列来做的话 那当然 也没有 办法拿到分数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 5张 牌的总和 所以呢 一定要输入5张 那5张的话 特别注意喔 总和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把它放到 一个串列里面 里面的话当然有所谓的 11、12、13 那用 JQK 这个扩克牌 那必须你如果要加总的话 必须把它转成11、12、13 还有A的话就输入1啦 OK 那比如说他输入这些东西 我要把13 K转成13 A转成1 然后并且可以加总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建一个空的串列 把这些放在一起 然后最后外面就包个SUM 也是一样 可以 把资料给你加 或者甚至这一题 感觉好像可以不用串列 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这一题好像理论上 因为他考 就是考你串列 所以这边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是希望你里面是加上串列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602 不得 那 我 没有